农历春节刚过 紧接着228连续假期 以及清明节四天廉假 都是旅游好时机 有民众不想在台湾人几人 干脆多请一两天安排出国旅游 228三连休这一波国外旅游部分 大部分都是在过年的之前 就已经销售都已经完成 如果说民众是要跟着连休这一波走的话 那目前有下一个四连休 清明四连休事实上在去年的12月份 就已经开始在booking了 目前看起来以东北亚线 日本跟韩国销售最好 那像东南亚线的像巴黎岛 或者是马兴 或者是菲律宾 越南 高棉 这些路线卖得都相当不错 目前大概销售都已经接近九成 去年本土低成本航空相继首航 加上日币欧元贬值 带动整体旅游热潮 业者表示 3月日本各地樱花陆续绽放 台湾民众风赏音行程 今年大概是历年来销售最好的一次 如果你想去日本赏音的话 其实从3月一直到5月 日本不同的地方都有樱花可以赏 3月份的樱花会先从九州 还有东京开始 那4月份就会在大阪跟东北 先台那里 那如果5月份你还要赏音呢 不要怕没有地方 北海道 5月份它的樱花既在5月份 业者表示 国际线旅游正夯相较于去年 有两位数的成长 民众得提早三个月规划假期 才能及早卡位 且享受到早鸟丢会 像以4月2号跟3号 这两个出发日来讲的话 像东北亚线平均的一个价格 相对于在3月份的淡季的话 大概价差大概6000到7000块左右 一方面是航空公司涨价就已经 差就已经5000块左右了 再加上业者在4月2号 3号 4年修这种日期 还会再把自己的利润再往上加一点 人潮往哪 前潮就往哪去 旅行社早早开放民众预定 除了销售热门的东北亚地区外 因为欧元贬值 欧洲的团费比去年整体市场卖价 调降2000至5000 业者也看好未来夏季的欧洲旅线 中央社记者张智健 张鲜渝 吴依林台北报导